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袋子里面就是我平常会带出带上带出门的一个化妆包 然后今天就想拿他的那些东西来化妆 我出门旅游啊都是用自己里面的一些化妆品 好我们开始吧 我就是在香港做老师的 然后是做英语老师 那我的学校呢就是香港的学校呢分成了 大概有可以粗略分成四类这样子吧 一类呢叫做津贴学校 也就是中国内地所说的那种公立学校 就是所有的学校的钱都是来自政府的 叫做津贴政府津贴 第二呢是职资学校 职资学校呢就是政府给津贴 除此之外呢学生还要交学费 像津贴学校的话呢就是除了学生交出本费之外呢 就不需要再交学费了嘛 然后职资的话就是要学生要收学费的 所以呢通常在职资学校的学生呢 通常而言呢他们的家庭情况会比较好 因为职资学校每个月的学费 可能都是在便宜的就几百吧 然后贵的话可能就是几千四五千 每个月的学费这样子 然后呢第三类呢是私立学校 就是不拿政府的资助 就是全靠交学费的 那个学费就更加更加贵了 然后第四类呢就是国际学校 就是大概大致上是四类 那我自己呢就曾经在职资学校和津贴学校都做过 就是我见过一些家庭条件比较普通的学生 我也见过家庭条件非常非常好的学生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听他们聊天 就是哦你去我家去哪里玩呢 他说哦我去哪里哪里玩 我是一个欧洲某国家玩 他说哦那你订了机票吗 他说哦没有我家里是开飞机的 就是他家里有一个私人飞机 可以带他去直接去欧洲去玩 所以我什么样的学生都见过 然后学校的生活 就是作为老师而言的生活 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因为可能有时候要有些大场合 要去出席啊 或者是去负责筹划一些活动啊 这种反正就是生活还蛮丰富多彩的 我自己呢是教英语的 然后但是在香港来讲的话 通常教英语之外呢 还要教一些跟英语相关的一些学科 那香港学校我之前也讲过 就分成了CMI 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就是中文教学语言教学的学校 和EMI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那我之前的学校 我曾经在三所学校工作过 都是EMI学校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一些 比如说我在分享一些英文的教学视频 我会经常会用一些英文的术语来讲 就是因为我们上英文课 全部是用英文来教的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用那个英文的术语 有时候现在用过一些中文术语 主要自己在想一想 然后或者是在前期准备一下 才能用得出来 好现在就上一个primer 也是我今天会用到的 唯一的底妆产品 就是这个FANCO的这个primer 叫做什么Bright Up UV 它有35的SPF 然后PA是三个加本 这个提亮效果还挺好的 我平常上班之前就是用它 因为我不喜欢擦foundation 我不喜欢擦粉底液 香港来讲的话呢 通常对语言老师的入职条件的限制 要求是比较高的 就是中文和英文 那我自己呢 本身在大学就是读教育专业的嘛 所以呢 当时我们的那个program呢 已经有一个教育的一个 所谓的教育文凭包含在里面了 如果你本科不是读教育专业的话呢 你还要在香港读一个diploma 对一个证书 叫做PGDE 就是教师资格证这样子的东西吧 那个东西如果单独读的话呢 大概是十万块钱港币 就挺贵的 所以当时我读那个教育专业 它里面也已经包含了这个PGDE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也是读四年嘛 因为我当时很早就开始想做老师了 所以我就一门心思想读教育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是教英文或中文的话呢 你还要再额外通过一个考试 叫做L派 语言学课都需要去考的 那那个我也是在大学毕业之前呢 就已经考通过了 中文有中文的考试 然后英文有英文的考试 然后如果是普通话老师的话呢 还要再考一个国家语委的普通话 你等级考试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那个语言考试呢 还挺严格的 它不仅是考你的语言能力 一些分析能力 一些理论知识 还要再考你的教学语言 就是我记得的 英文是有五份paper吧 有五份卷子 听说读写 还有一个就是classroom language use 就是那个评委的人 他们会来到你的课室 去看你教学这样 然后再来评估你的那个能力 满分是四分 最高等级是level four 人的要求还挺高的 这样 那就是一个入职要求 香港的老师呢 不像内地有评 什么优秀教师 一级教师 他们有这么复杂的分级 他就是分成大致上是四个等级 一个呢叫做CM 就是certificate master 或者是mistress 就是只是拿教育文凭 没有大学degree的一个老师的一个等级 当然现在每一个老师都是有大学degree的 所以这个CM呢 其实是一个 已经很少人拿CM了 不过呢 很多学校因为他没有这么多 我等会讲一个GM的老师的名额 所以很多老师呢 依然是拿着CM的待遇 就是会比较低的 那么多数老师呢 第二个等级 就是多数老师拿的叫做GM 叫做graduate master 或者是mistress 就是你拿到了一个graduate degree 一个undergraduate degree 一个大学本科的这个degree的文凭 然后呢 你再去做老师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拿GM的这个等级 可是我刚才也讲过 就是很多学校的GM的老师的位置是 很有限的 而且他通常对于新老师来讲 他要考核你 觉得你OK挺好的 才会给你一个GM的待遇 那所以呢 很多新入职的老师 最开始到学校工作呢 都是拿CM的待遇 然后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吧 就是根据你的教学的成果啊 一些教学的表现 公司表现啊 然后学校才会考虑 跟你提到GM的这个待遇 然后再上一期呢 叫做SGM 就是senior graduate master 或者是mistress 那个的就是人工啊 你的工资和你的职责就更加的高 然后再往上就是副校长和校长的级别了 OK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等级 香港的老师呢 是算是公务员系统 特别是如果是在今天学校 就是政府资助学校 和职资 就是一半职资 一半今天 一半是学生 学校收费的这种学校 是按照政府公务员的那个薪金表走的 就是香港的政府公务员的人工 都是透明的嘛 我们有东西叫做master pay scale 我也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老师的人工呢 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的master pay scale 来跟着他的人工去往上骑 每年呢都会自然加一点就自然跳一点 如果你有很大的升值 比如说你从GM promote到了SGM的话 那你自然就会一直一下子跳到SGM的那个等级 那个ranking那边 那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老师 在香港老师能拿多少钱呢 那一般如果你是一个fresh graduate 如果你是拿到GM的这个rank 这个等级的话呢 是从point nineteen开始的 点十九开始的 有些学校特别是职资学校 为了吸引一些好的老师呢 他会给你多两个点 在香港做老师的话 就像我刚才讲了 其实是非常非常忙 我们什么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要会 因为你除了做老师之外呢 你还要带课外活动 然后你还有一些行政的一些职务要去兼顾 所以整天下来是基本上是马不停蹄的 就中间我是完全没有时间去用手机啊 或者是去聊天啊什么之类的 每天都非常忙 那香港老师平均的课时呢 一周大概是有 我忘记化妆了 我现在擦一个遮瑕 这是Tom Ford的 香港老师平均呢 一周来讲的话呢 是有22到28堂课 一堂课的时间呢 是35分钟到40分钟不等 那你可以算算 其实是比内地的老师的上课时间多很多 真的是多很多 然后class size 一般来讲的话呢 一般的学生人数是在30人左右 就是在普通的公立学校 或者是职制学校而言 30人左右 当然你要说私立或国际的话 可能人数会更加的低 那除了教英文和英国文学 和那些其他的一些社会人文科学科目之外呢 我还带了很多课外活动 例如我自己带的是英文的英语辩论队 还有就是一些演讲的一些活动这样子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小活动 都是我自己去带去负责的 那除此之外呢 在那个行政那方面呢 我是负责升学的嘛 就是帮学生处理一些 他们转学啊 或者是考大学啊 比如申请中国内地啊 申请台湾这种 或者是在中学的时候阶段 他们想转学到英国美国澳洲 都是要我自己去处理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教学之外 还要再处理一些课外活动 和一些行政职务 其实真的是很忙 很忙很忙 就是official working days 一年当中是190天 然后其他就是放暑假啊 放这个easter啊 然后Christmas啊 农历新年啊这样的假期 放假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通常像放Christmas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改卷子 我们的me year exams 是在12月圣诞节之前考的 然后放假就要改卷子 然后easter 复活节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test 在那个easter之前 学生考完了 我们要改卷子 然后而且easter很快 就接近的请我考试嘛 然后又要去出卷子啊 和帮学生复习啊 和改作文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somehow 我就是教了几年书之外呢 之后呢就开始适应这种生活 所以就现在有一些时间 可以拍拍视频啊 分享一下生活 分享一下我自己 我很喜欢英语嘛 就分享一下我自己 学英语的一些心得 这样子 那然后香港学校 除了分成我刚刚讲的 那四类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还是保留了以前的 single sex school 就是有分男校女校 然后还有男女混合学校 那我自己呢 三种学校都教过 我第一间学校就是一间男校 第二间是一间男女混合 然后第三间就是一间女校 其实真的还蛮不同的 就是在每种种类学校教书的感觉 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以后再分析吧 但是主要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非常的去懂得 那个gender 那个性别的学生 他的一些特点 像是男生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话比较直接 然后可以批评的比较直接 他也不会怎么样建议他 反而你要是很模拟两可 跟他讲 他未必能懂你在讲什么 然后男女学校的话呢 就有一些 you know puppie love那种情况 然后老师的话 也要就是sensitive一点 然后女校的话呢 就是女生也是心思很细密的嘛 然后也是要注意一下 他们的一些小情绪啊 然后有时候 对就是有一些小问题啊 什么的 但是女校 总体来讲 我自己感觉 我是比较喜欢在女校工作的 因为就是可以跟学生的关系比较好 而且你们有时候谈的 上课我会做一些比喻嘛 然后做那些比喻 他们都get的到 像我在男校教师的时候 我有时候用一些比喻 比如说我讲到了这个 Cinderella的故事 他们是不知道的 就是他们理解 relate to不了 就是无法associate with the story right 或是讲一些女生 shopping这种behaveior 他们也是理解不了的 反而在男校一些男老师 跟男生讲到一些足球篮球 他们就特别过瘾 就是很像兄弟那种感觉 现在我用这个香提卡的粉饼 订一个妆 这个我超级超级爱 我就用了 这是第3还是第4 第4盒了 那我现在讲一下 我们的工作时间 我们一般呢 上班时间 就是老师来讲的话 是早上7点50分之前 到学校要拍卡 然后学生的话呢 只是8点钟之前 到学校拍卡 不过这个每个学校的具体时间 都是有点点不一样的 可是大致就是差不多8点钟左右 这样子吧 然后每天呢 上课是早上上到 大概中午12点 直到12点半这个区间 然后就放一个lunch break lunch break通常是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也是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然后就上下午的课 下午大概只有3到4堂课 通常呢是在3点25 直到4点15这个区间 结束所有的课 也是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那总体来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timetable 跟内力不同的是呢 我们中午是没有午休的时间的 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困很困 不过其实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就是因为中午其实也很忙 很多时候在你吃饭的时间 你要学生就来找你嘛 问问题啊 或者是帮他们补习啊 或者是补考啊 补测啊这种之类的 反正就是非常的忙 而且有时候课外活动 也会在中午举行开会什么的 所以就特别特别充实 一天下来 好现在呢就裁一个腮红 就是用我之前有讲过了这个 I Meme 一个韩国的一个彩妆牌子 I Meme 这个的颜色 它是分成两层的 眼影一层 下面是腮红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它的色号是003 那在香港做老师的晋升空间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它不是凭什么 一级教师特级教师的嘛 所以呢通常就是GM SGM 大多数老师都是在这两个rank之间 就会徘徊 那GM呢 我刚才是讲每年会 就是无论什么老师 每年都会升一点嘛 不过呢它是有个bar的 就是有一个cap 有个顶点的 GM的话如果你升到某个点 我忘记是30多点吧 32还是33点 它就会停了 除非你一跳升值升到SGM的话 否则你就永远是拿那个人工 然后每年当然会按照通胀 政府会有一个通胀率 就只会加那一个 然后之后人工就不会再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了 升值的途径呢 要么你去做你的department head 就是作为科组长 英文的科组长啊 中文啊 数学的科组长 要么呢 你是走那种行政路线 就是通过一些functional post来去升值 什么叫functional post呢 比如说做升学 如果你是做那个整一个 for the studies department的department head 那也是可以升值的 就不一定是走学术路线吧 不一定是在本科目去升值 走行政路线也是可以 好现在擦个眼影 也是用这盘里面的这个色打底 然后这个图上眼皮的掩盖 然后这个图下面就是红红的那种感觉 那总体来讲呢 在香港做老师的升值机会呢 其实不太多 非常的少 因为每个学校也是特别是像政府津贴学校 这种之类的 它的sgm的post都是有限的 就是有 如果它招满的话呢 就不会再无限扩充这样子了 所以就很少很少机会 要看吧 一来要排队 跟内地的政府公园系统一样是论资排备 这么上去的 二来的话呢 也要看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能力 这种就是 但是机会就比较少 但是没有关系嘛 反正我觉得做老师就特别开心 就是我自己非常enjoy being a teacher 我觉得是see as my career is not just my job it's my career 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教育这个行业 所以就一直在里面 做老师 我从与生来讲吧 做老师我觉得是更加有这个work life balance 我自己还是蛮注重work life balance 而且现在我还可以做一些视频啊 分享我的生活 然后也有一些机会 比如说像在b站upload视频 大家都知道做up主是有钱收的嘛 就是每个视频当中 但是不是特别多了 可能我像我自己的流量一个视频 只有十几二十几块 最多的可能就五十块一个视频 就很少 可是我自己乐在其中 大家看到这个下面红红的感觉 就是我最近挺喜欢这种红红的感觉的 OK中年老少女嘛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美美的 对好 眼妆就快好了 哦我想 今天我经常都不擦睫毛膏 今天突然间想擦个睫毛膏 然后用了这个睫毛夹呢 这个是因为我是旅行的一个pouch 我今天用的这个是来自muji的 它超级超级好用的 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期还经常断货 我对了这个镜子 好然后现在我想再讲一讲 就作为老师的一些退休的一些福利 在香港来讲呢 它不是那种像内地那种系统 就是退休之后照要拿人工 然后只不过人工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在香港呢就完全没有这回事了 就是你退休之后呢就不会再有月薪的收入了 就是不过我们每个月呢会存一笔钱 叫做什么强基金之类的 就是你给一部分 然后雇主给一部分 然后退休之后就一次过拿一笔钱出来 那个钱超级少的 因为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每个月个人和雇主供的顶点 最多最多会供1500块钱 那所以一个月呢你只是有3000块钱的退休金 你看这个夹的还挺好的对不对 这个超级好夹 而且不会夹到肉 挺翘的 反正就是每个月3000块钱吧 就是雇主和你自己的贡献 在那个强基金当中 然后你就可以算了 比如说你工作从22岁工作工作到60岁 你就可以算出来退休金多少 非常少完全补过生活 所以呢我们需要自己做一些投资啊 做一些理财 嗯这边已经讲好了 然后我觉得好开心好开心 真的好感恩 非常非常感谢我现在的学校 然后我也超级爱我的学生 和我整个的teaching life 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的同事真的也很好 我觉得那是好感恩好之足 对 那这就是反正在香港做老师的一个情况 OK好现在我就画一个眉毛 之所以做老师呢 就是因为一来是受我妈的影响吧 我妈她就是大学老师 她就一直给我官司说 做老师很好 其实我整个家都是教育师家 特别是我妈那边都是做教育的 然后我爸那边呢 我爸那边呢是做法律 从事法律工作的比较多 对就是律师啊法官啊 这种一些legal consultation work 这种工作比较多 我曾经也想过想做律师 可是就是被我爸妈 他们一直劝就说 你不适合你不适合 很辛苦 他们还是挺心疼我的 就是很怕我累着 很怕我那个工作压力大 可是我想说做老师工作压力 一点都不小 也是挺累的 但是我真的是自己挺喜欢的 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中学的时候 上中文课 然后我的中文老师呢叫我们做这个学生的teaching 这种的practice 我当时教了一篇课文是毛巫为秋风所破歌 然后教完之后那个老师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赞赏和鼓励 他说你教的就是你讲课的这种清晰的程度 比他的大学的同学当时做实习还要高很多 他说你真的好适合做老师 我觉得也可能是他的那句话吧 让我就开始觉得开始积极考虑做老师这样子的可能性 所以当我在高考之前呢 我就已经就是made up my mind 我是想做老师的 就是后来就反正就放弃了做律师的这个念头了 然后曾经有段时间已经想做传媒 很想去凤凰卫视啊这种地方做传媒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喜欢播音主持这方面的 然后但是后来了解到就是做传媒业的辛苦之处 也是我妈他们对我很大影响说不要做不要做太辛苦了 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最后做老师了吧 做老师也是跟说话艺术有关的 对所以也算是满足我的一个小心愿小愿望 而且本身说话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强项 像是public speaking啊 像是debating啊都是我的强项 我发现我忘记擦眼睫毛膏了 我用的这个是Dior Dior Show Iconic Extreme 它这是深棕色的 我很喜欢它就是它是根根分明 就完全不会枪音腿 OK我的装饰计划好90%了 然后眼睫毛 很翘 就是这个夹睫毛的 很好用 和这个眼睫毛膏我也觉得很好用 好最后呢就画一个鼻影 用这个Mac的这个brow 其实它是写着brow duo 它本来是画眉毛的 可是我拿来画这个鼻影了 这个是一个棕色带闪斐的 这个是一个偏灰的一个棕色 我会用这个来画鼻影 鼻影是我必画的 就是显着五官会更加的立体 很多朋友呢 很多就像我自己是本科就来到香港来读书了嘛 然后就做老师啊一直这样子 我很多朋友是到master的时候 就是硕士的时候才来香港读书的 他们就读了一个硕士的degree之后呢 再读一个PGDE的一个教育文凭 那这样其实花钱就会蛮多的了 就是加起来是20万 不过政府是好像有些资助的 具体来讲的话要看政府的一个申请 而且如果你是学校先请了你 然后有些学校会资助你去读 这个PGDE的这个课程 所以具体来讲呢 也要看学校的一些政策 好最后呢 才来一个唇膏是我新买的 这个白管 TOMFORD细管的白管 它的颜色是03 就是这个颜色 挺日常的 然后就简直亮亮的 很好看 那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 很多职业呢最开始你可能会对他抱一些幻想 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子的是很高大上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你要是长久坐下去 你才知道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艰辛的 有些人觉得老师看上去很轻松啊 就这么讲讲课就算了 其实背后真的是很多付出和很多准备工作 而且很多学生的一些psychological needs 你也要考虑到 而且就是这些年家长那方面也是一个老师需要去应对的一个stakeholder 所以也不是看上去这么简单的 可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认可那个职业 你觉得那个职业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因为到最后能drive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 right what drives you to do something continuously is either it's pay 要么就是很高人工 你可以忽略到你的艰辛 要么就是那份职业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我觉得周老师definitely能让我持续做下去的动力 一定是幸福感和满足感 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OK 好了 我现在准备出门去上班啦 今天下午要去开会 上午的话就不用上 明天他们就要考试了 我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可以